被基为票房毒药的博之 没有骗伤赶找 唯有靠街内地秀和拍广告赚快钱 近日博之为两个儿子移民加拿大 过新生活以办好入学手续 本周开始 六岁的卢卡斯便正式入读该校 展开全新校园生活 究竟博之是不是打算退出语圈 才陪两个儿子移居家国呢 他的前助手Andy Gaga 日前就在微博透露已经解约 去年六月我动了一个心脏的大手术 后来要一直休养 也不想耽误博之的时间 因为他那时候非常忙 但我又没办法帮到什么 所以我跟他有共识之后 我选择离开回美国休养 在美国休养了三个月后 觉得身体有好一些 所以决定回台湾生活 台湾生活对我的身体比较好 所以就决定留下来 现在身在台湾 主力帮范范范尾奇 Andy Gaga微博一出 不少博之忠实犯死都大叹不舍得 除叮嘱他好好保重身体之外 亦不忘提醒Andy Gaga要照顾下博之 有网民探到 这下博之身边 又少了一个可心的人了 感谢观看 可真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